MING PAO TORONTO 嗨 朋友们小潮昨天给大家讲了这件白色醋酸针丝上衣 后片的版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讲这个前片 首先去看一下这个前片的结构 这个前片呢它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还是同样从这个腰这个地方将它分割成两片的 同时呢这个底下我们是要进行放量粗碎刺 上面这一片我们也要放量粗碎刺 同时呢这个肩膀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要将它放量粗这个小碎刺的 这个呢我只大概放了三厘米 这个不是很明显 大家如果觉得肩部这个地方的碎刺不是很明显的话 大家可以多放一点 放五到六厘米都可以的 看到这个前片大家是不是觉得 哎呀怎么这么复杂呀 其实呢复杂的款 一步一步认真的跟着小潮去打的话 你最后会发现啊其实没有那么难 其实还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我们今天开始前片的搭配 打好的后片放到透明子底下 按照后片画好前中心线 上平线下落一厘米 上平线下落一厘米 底板线下落一厘米 前领宽 前领宽6.8厘米 从前中心点向外测量6.8厘米 上一个5.5厘米 通过这两个点连接 画一条鞋线 这个呢是前肩鞋 按照我们的 耳后片打好绣拢伸线 腰围线 画顺彻缝线 重新修顺底板线 彻缝保持同样的高度 这里啊同样还是保持一个直角 领开宽1.5厘米 先呢打9厘米 垂直向下啊画一个9厘米 画顺前领弧线 前片的尖宽2分之尖宽0.5 18厘米 冲间量呢我打的1.8 垂直向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胸宽线啊 画顺 前绣拢弧线 测量一下啊前 绣拢弧长是多少 23.5 23.5啊 后片呢是24.5 减去一个0.5 后片是24 然后啊前后绣拢弧长 相隔0.5 是正常的啊 前片呢我们同样啊 也是从腰这个地方分割 然后啊要放量 我们可以跟后片同样的宽度啊 那么我们的前片就完成了 前片呢就是啊 两片下片和上一片啊 前上 这个是一片啊 这个是前下片 这个同样是一片啊 这个地方也是要收折的 操作的话 跟后片是一样的 在工艺机做的时候 再慢慢的给大家讲解 前片的这个上一件 我们还要进行处理啊 前片我们这要做个领贴 这里一个 3.5 这下面一个 6厘米吧 做一个领贴 另外呢我们这个啊 还要给它做一个 放量啊 这个是两边放量啊 就是啊 上面也放 底下也放 下面跟上面放的量不一样 底下呢啊 每个我们放3厘米 上面呢每一个放个 嗯 1厘米到1.5都可以 我们拿另外一张纸啊 将它放量 底下呢 我们放3厘米 上面呢 我放的是1厘米啊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 新的板给它剪下来 这个地方收折 底下这个地方也收折啊 这是前片的处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明天呢 会继续给大家去讲这个 袖子的板以及工艺制作了 这个袖子的板呢 这一次啊 我用了三个公式 让大家非常清楚的 能够比较合理的打出 这个袖子的板 也非常的简单 这个方法 我以前告诉大家过 但是呢 没有经过这样简单化的公式 所以大家明天一定要关注 小勺这个袖子的打板方法 感谢大家的点赞 关注与转发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